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99分排第一 用来当今天的工具非常的合适 那我们今天旗舰手机的巅峰对决是这三款手机 并列第一的华为Mate 30 Pro和小米CC9 Pro高级版都是121分 苹果iPhone 11 Pro Max 117分 蓄居第三 让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TXRMark是法国影像评测的盈利性机构 因为小米CC9 Pro的高级版评分追评华为最近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但是小春哥认为从评测的专业性 项目设计和结果的可重复性的角度 TXRMark还是我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的最好的评价数据 那TXRMark提供了一个数据切面 从中可以看出手机影像系统的进步和相对的位置 我们结合它的数据再根据自己的需求就可以做出更好的选择 我们先来看这张参数对比表 亮点是小米CC9的1.33分之1英寸的超级大体 抵达一级真的是压死人 1像素更多的是个血腿 但是这个大体的确是实实在在的 比起Mate 30 Pro的1.54分之1和1.7分之1英寸的传感器 iPhone的2.55分之1英寸的主摄传感器实在是有些不够看 Mate 30 Pro和iPhone 11 Pro Max都是后置三摄的设计 那Mate 30 Pro呢多了一个3D深感摄像头 在拍摄人像大光圈虚化的时候非常的有用 小米CC9 Pro这五颗摄像头的设计呢 硬式的功底显露无余 在我们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和数个小时的视频之后 实践呢做了大量的整理 我们来看一下 光线充足的时候 三款手机除了色彩的差异之外 拍出来的照片没有太大的差异 毕竟是神仙打架 底子都不错 但是呢调教方面 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 iPhone都最为真实 白平衡呢也最为稳定 小米呢在一些逆光场景下 更加讨好眼球 华为呢如果不开启AI或者滤镜 观感偏淡 色彩呢最不准 但是开启AI之后啊 锐度和色彩的观感呢提升非常的明显 放大来看呢 小米默认的4和1像素的模式和华为还是有一拼的 但是呢对于手稳的要求还是不低的 放大之后经常会发现没有对上焦 一些暗部细节的观感甚至不如iPhone 都使用最大像素 华为4000万和小米1像素的模式 但细节上的确会有所提升 光线充足的情况下 小米的细节会明显的超越华为 在高对比度的环境下 小米CC9 Pro表现和DXO描述的差不多 高亮部分呢会丢失部分细节 大光比的环境下还会出现紫边的情况 所以啊想要用好小米的1亿像素模式 麒麟臂和充足的光线非常的重要 拍照方面还是iPhone 11 Pro的体验更胜一筹 第二广角镜头 广角镜头啊能够拍出更开阔的视野 非常适合拍摄空旷的场景或者高大的建筑 仰视或者俯视的画面更有张力 那三台手机当中呢iPhone 11 Pro Max的视角最广 其次啊是小米CC9 Pro iPhone 11的天空啊拍出了肉眼不可见的细节 但是呢这张照片也展现出苹果有的时候也会时针 小米CC9 Pro呢整体还不够通透 但是细节呢会比iPhone 11 Pro Max多长很多 华为Mate 30 Pro锐度则最高 逆光光运的拍摄 iPhone 11 Pro Max整体的画面就为通透 可以直接拍出阳光普照的感觉 对比而言依然是iPhone 11 Pro Max要好一些 长焦方面 小米CC9 Pro表现非常好 iPhone啊在两倍以后就已经跟不上节奏 出现了很多的噪点 华为Mate 30 Pro的图抹感则比较严重 不管怎么说 小米CC9 Pro能够和华为的旗舰平分秋色 长焦成像的素质的确值得肯定 所以这个环节小米胜出 第四夜景 那夜景部分呢向来不是iPhone的强项 但是白平衡依然非常的点缺 高光压制优秀 噪点呢就比较重 华为的色彩呢则更加的浓重 高光的压制和iPhone相当 小米呢依然是高光压制不佳 但是呢夜晚的室内环境 第一观感还是iPhone最好 比较明亮 细节上呢还是华为和小米更加的突出 同样的问题呢在广角上更加的明显 不管是画面的细节还是高光的压制 华为最强 小米对高光的压制呢比较差 苹果的广角模式 放大基本上就没法看了 它也不支持夜景模式 光线再减弱 那华为的优势就更强 细节更多 开启夜景模式之后啊 三款在亮度方面都有所提升 小米的细节呢提升非常的明显 但依然是华为最强 夜景模式都需要保持稳定 但小米拍完照片之后 会有6到7秒 没有办法操作相机界面 730G处理器的性能明显不足 对于拍照的体验影响比较大 所以呢在夜景方面 华为胜出 第五 人像拍摄方面 对于对焦精准和成片率的要求 人像拍摄的要求都更高 小米CC9 Pro呢表现一般 室内环境多人合照式对焦 还算凑合 但是单人照的时候就会有虚焦的情况发生 室外环境下小米依然会有视焦的情况 夜晚的人像拍摄和夜景部分的表现一样 华为的面部细节最好 小米呢则有涂抹感 背部高官的压制呢就比较差 iPhone的噪点呢最多 综合来说 iPhone和华为各有千秋 这一局呢算打个平手 光圈的变化呢 可以让背景虚化呈现出更美的画面 虽然不带深感镜头 小米CC9 Pro的散景效果非常的不错 在拍摄人物时 边缘处非常自然 不过呢它的距离被严格的限制在2米以内 以此来保证最佳的虚化效果 主摄的大底大光圈能够拍摄出更加自然的散景 比如说这一张 是不是有一些相机的感觉呢 iPhone 11 Pro Max呢 没有景深镜头 手指都虚化没了 Mate 30 Pro呢 在两倍的人像大光圈模式下 三斤的表现还算不错 所以在这个上面 华为和小米胜过于苹果 第七 视频 那三台手机的视频拍摄都达到了较好的水平 相比较而言 色彩方面 iPhone依然更加贴近人眼看到的色彩 明暗过度更加自然 而小米的蓝天色彩呢 则稍微淡一些 但是在灰色的建筑像 比华为和iPhone更加接近于原始的色彩 华为的视频拍摄默认广角模式 画面呢 整体有些偏绿 视频实时放大之后啊 小米最细腻观感最好 但是啊 有电影镜头的华为 细节甚至还不如iPhone 再次说明 硬件不是决定拍摄质量的唯一因素 在大光比的环境下 华为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明暗过度 色彩 暗部细节 噪点抑制等方面 依然是iPhone比较优秀 先换到一倍模式 华为Mate 30 Pro的色彩有所更正 但是暗部细节会变得比较少 不过呢 光线如果变强 iPhone又会在细节上表现突出 小米的色彩呢 偏淡 iPhone的色彩呢 最正 但是啊 噪点比较多 在一些色彩丰富的环境里面 华为的画面呢 会更加的淘死 但是清晰度 依然不如另外两款 所以啊 在视频方面 我们觉得还是苹果深出 第八 防抖 防抖方面 小米的表现让人意外 CC9 Pro的裁剪余地比较大 使用主摄的时候 画面和iPhone一样的优秀 但是呢 iPhone在跑动的时候 偶尔会出现画面的闪烁 华为Mate 30 Pro的整体表现不佳 虽然iPhone在夜景拍摄方面表现不佳 但是呢 夜景视频的高光压制还是比较粗色 色彩比较的显眼 当然 光线暗下来 华为在弱光拍摄方面的优势又凸显出来 细节部分最为粗色 三款手机都存在着炫光 总结而言 还是iPhone的使用体验最好 第九 前置摄像头方面 小米的调校和iPhone很相似 优先 面部曝光 背景高光部分的细节呢 丢失的比较严重 而华为呢 则是保留了背部和面部的细节 但面部整体偏暗 相对而言 整体的观感和清晰度还是iPhone最好 总结了以上所有的照片和视频 在日常使用的场景下 iPhone 11 Pro Max 以准确的白平衡 丰富的色彩 易用的设计 在照片拍摄和视频方面 均提供了让人满意的效果 但是在虚化 夜景 暗光方面 受限于硬件 不及小米CC9 Pro和华为Mate 30 Pro 小米CC9 Pro呢 以最低的价位提供了最强的拍照 但是呢 也因为成本 730处理器和电池的 拉低了手机的体验 而且啊 过于硬式的设计 抬高了使用者找到最合适的拍摄模式的门槛 在拍摄绿色灰色的场景时 还经常会出现诡异的红色 华为的表现呢 则介乎于iPhone和小米CC9之间 在光线足够 或者是光线非常不足的时候 影响了表现极佳 但是在光线稍弱时呢 则非常容易出现瑕疵 山代手机的整体水平都比较接近 但是华为和小米的整体拍摄体验 较苹果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手机的相机啊 更多的是随时随地的记录生活 在生活里美好的瞬间 那30 Pro呢不时出现的 稳住别动的提示和小米夜景 依像素照片拍摄时候的等待 让它们在应用性方面落后于iPhone 如果从记录生活点滴的角度出发 不考虑价格 那支链心目中最佳手机相机的排名 应该是第一名iPhone 11 Pro Max 第二名是Mate 30 Pro 第三名是小米CC9 Pro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